在你有了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基本概念后 我们就可以来谈一谈宇宙的形状 以及宇宙到底是有限还是无限的这个问题了 经过了138亿年的膨胀之后 我们今天的宇宙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时间和空间都很大 都是可以被弯曲的 是可以有特定的形状的 这个概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非常难以理解 空间弯曲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先从一个平面开始 在一张平坦的纸上 你可以画出两根互相平行的线 它们永远也不会相交 那你也可以在这张纸上画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的内角合一定是180度 但在地球上我们看似两根互相平行的金线最终会相交于南北两个极点 在一个球面上画一个三角形 则三角形的内角合是大于180度的 正是这些几何属性上的差异 让我们能够理解什么是一张完全平坦的纸面和一张弯曲的纸面 现在我们把这个理解往前再走一步 如果我们在宇宙空间中的两根平行线也会最终相交 如果在宇宙中的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合不是180度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空间也是有形状的 如果用专业一点的术语来讲 这就是空间的曲率 如果空间的曲率为正 那么空间就好像是一个篮球的形状 三角形的内角合大于180度 如果空间的曲率为负 那么空间就好像是一个马鞍的形状 三角形的内角合就小于180度 那如果空间的曲率为零 空间就是完全平坦的 因此空间的曲率决定了我们今天宇宙的形状 早期的宇宙空间的曲率显然是正的 空间被弯曲成了闭合的曲面 如果我们今天的宇宙的空间曲率是正的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观测到一个景象 这就是你会看到某一个星系的多重镜像 这是因为该星系发出的光绕着宇宙跑了不止一圈 每跑一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整的镜像 实际上天文学家们一直在寻找这样的多重镜像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都还没有找到 当然这还不足以证明宇宙就不是有限的 但至少能说明一点 即使宇宙是有限的 也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光还来不及绕着宇宙跑道 跑上个一圈 在研究宇宙的形状这个问题上 有两种解决思路 第一种是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 将空间的曲率问题转换成宇宙空间中的智能密度问题 也就是宇宙中所有物质和能量的平均密度 如果智能超过一个灵界值 那么引力就会导致空间朝自己弯曲 形成一个闭合的球形 空间曲率为正 如果智能没有超过这个灵界值 那么空间就弯曲自如 形成马鞍面这样的形状 空间曲率为负 而如果智能密度不多不少 刚刚好等于灵界值的话 那么空间就是绝对平坦的 曲率为零 理论计算的结果表明 这个灵界值大约是 2乘以10的负29次方克每立方厘米 这大概就相当于 每立方米存在6个氢原子这样的一种密度 换句话说 就是把地球 太阳 月亮 以及所有的天体都打碎了 把它们所包含的所有的原子 都平均分布在宇宙空间中 来看看每立方米能分到多少个原子 最开始的时候 科学家们简单一算 发现物质的量远远小于灵界值 现在的宇宙已经膨胀的太大了 物质的平均密度小得可怜 所产生的那点而引力 远不能把宇宙重新弯曲成闭合的曲面 空间的曲率只能是负的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先是发现了暗物质 后来又发现了暗能量 这个情况就变得大大不同了 因为这事关宇宙形状的根本问题 所以几十年来 天文学家们一直在精心地测量 目前虽然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结论 但是一颗接一颗的卫星和太空望远镜上天 把我们对宇宙平均智能密度的测量精度 推向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 让科学家们越来越确信 宇宙的曲率不多不少 恰好就是零 这实在有点像针尖上的舞蹈 精巧的有点让人目眩神迷了 除了测量智能密度这个思路 来研究宇宙的形状 还有一个思路就更为直接了 那就是直接测量宇宙中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的内角核 看看内角核到底是不是180度 方法也很粗暴 就是找三个相距很远的星系 然后假想它们之间连起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 通过一些简单的几何换算 来间接测量这个巨大三角形的内角度数 从而确定三角形的内角核 尽管我们目前的观测 还无法完全确定宇宙空间的曲率 到底是三种情况的哪一种 但从我掌握的最新的资料来看 目前大多数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 都更倾向于空间曲率是零或者负 而不是正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又更倾向于宇宙空间的曲率 刚刚好不多不少就是零 我们的宇宙从大尺度的角度来看 就是一个完全平坦的宇宙 但是无论曲率是零还是负 都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这就是宇宙是无限大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朝着宇宙的一个方向一直前进 那么永远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原点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无限大是什么概念 大家已经知道 光速是一切物质运动的速度上限 而我们在前面已经解释过 星系相对于我们的退行速度可以超过光速 那么无论我们怎么追啊 也不可能追上那些退行速度超过光速的星系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 到底有多少个星系已经退出了我们的世界范围 但是请你记住 哪怕宇宙的整体是无限的 宇宙的可观测部分却是有限的 这就是可观宇宙的大小 有时候我们说起宇宙的大小 往往指的就是这个概念 因为宇宙一直在膨胀 所以当我们向太空深处积木远眺的时候 看到的最远的地方 其实远远超过138亿光年 根据宇宙膨胀的速度 我们可以计算出 我们朝一个方向最远可达的距离 是465亿光年 这就是可观宇宙的半径 那么整个可观宇宙的直径大小 就是930亿光年 我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更加专业一点的方式 来讲解什么是可观宇宙 我们假设有一个光子 从大爆炸的起点出发 在膨胀的宇宙中一直飞行了138亿年 这就好像有一个人在机场的自动人行步道上 走了138亿年 那么他经过的距离总共是多少呢 根据已知的各种宇宙学参数就可以计算出 这个距离就是930亿光年 在宇宙学中 这个距离也被称为今天宇宙的粒子世界 这个世界会随着宇宙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那么宇宙的命运最终会是怎样呢 这是我所能想到的 人类能够提出的所有问题当中的最后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能够比这个问题更加终极了 当然 所有对此问题的回答 那都是现有人类智慧下的回答 也不可能得到最后的验证 那么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意义 我们为什么又要去研究呢 我认为 所有的意义也都是人赋予的 在我看来 引发思考 满足好奇 那就是无与伦比的意义了 在没有温饱之前 艺术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温饱之后 人们会发现艺术的意义大于吃饭 但如果你追问下去 艺术对人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么追问到最后 很可能就只有一个答案了 那就是给人类带来美感 在我眼里 星空就是一首交响乐 星辰大海是它的琴弦 第一乐章 巨大的太阳带动着八大行星 构成了最初的奏鸣曲 唱出天体旋转和运动的永恒主题 第二乐章 宇宙旋律转入深层的漫版 它带我们进入到更广阔的星系和宇宙空间 让我们听到银河系 河外星系乃至宇宙诞生之初的回响 当我们沉醉于这无尽的深邃时 旋律又开始进入到下一个风趣轻快的乐章 宇宙空间中的有机分子 类星体 脉冲心 暗物质和暗能量等角色粉末登场 令人着迷 现在 当我们在思考宇宙的终极命运时 也就是在聆听这首宇宙交响乐的钟章 它也许高昂雄浑 也许轻柔幽远 虽然它无法影响我们实际的生活 但是一定能给听懂它的人带来无尽的美感 除了对美感的追求 在我看来 研究宇宙的终极命运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那就是 如果把人类文明当作宇宙中无以计数的文明中的一个来看待 那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 代表着人类文明在宇宙文明中的排名 它的意义不是针对某个个人的 而是赋予整体人类文明的 下一集我想跟你聊聊这个最后的问题 我们这个宇宙的最终归宿到底又会是怎样的呢 咱们下集接着聊